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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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現在邀請的是 原住民的音樂家門 第一位是王虹 哈囉 王虹 你好 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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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 到底什麼啦 還有重點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每次聽陳建之後 接到他電話就會說 到底 到底 什麼到底 到底有一點像很多外國人 What's up 那種感覺有沒有 那原住民就自製一個 就是年輕人都 比方說一打電話過來聽說 到底 重點 就知道彼此的意思是什麼 有嗎 一關懷有嗎 我們是講老嘎 講什麼 他們是講母語啦 他們有力量也要加油 你說這句話就老嘎 沒有 我們的 像WhatsApp Buddy這樣子 老嘎給 加油 那你碰到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說 老嘎 就是講完話之後 最後一句話 通常都會用老嘎來接觸 就是說加油的意思 對 然後到底是開場白 就是現在 應該是年輕人比較 不是用母語方式在問候的時候 他是用中文的時候 會用到底 所以你去主裡說到底 他們會回你嗎 你去有原住民社團那種學生啊 你只要一上台就 哈囉 到底 每個人都尖叫我 不可能 真的 對 你到底都是把我尖叫的 你怎麼知道我們的語言 你知道嗎 那重點他們要回什麼 如果你去跟主人走 就是很多人講話會講很長嘛 我們就會講 重點啦 那就跟我們一樣的意思 就是有時候黑人打電話過來 到底我就說 好啦 等一下 七點啦 他說七點是原住民時間 還是平地人時間 我說原住民的好了 那好 七點半這樣 所以原住民很愛遲到嗎 我覺得原住民的時間 有時差的感覺 就是玩半個小時 所以烏來啊 台中那有時差嗎 我覺得有時差 不讓的那個女弟弟對不對 才十二歲嘛 哈囉 韻晴你好 你好 我們要跟你講到底嗎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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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嘎 羅嘎是你的 你比較會講羅嘎是不是 對 泰雅 泰雅族的 好 韻晴旁邊是韻晴媽咪嘛 媽咪 你好 媽咪 你好 你媽咪 這話旁邊是因為她會亂講話 不是 不是 是因為你也小紅是不是 讓她 讓她有一點穩定這樣子 對 因為她會打紅 她會緊張 好 不要緊張 她會緊張 沒事 我們都在亂講話 這是運行上的第一個節目 對 然後就是 不會啦 我們節目沒有很辣啦 小場面 她看到你們兩個 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不會 不會 我們人很好 好 歡迎童文 哈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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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童文妳超厲害 妳知道嗎 謝謝 我曾經 我曾經被 被不告知妳是誰的情況下 聽完妳的那個 一整張音樂 真的嗎 那個 妳的老闆張曉燕小姐 她演出很得意的放張 所以讓妳聽 我說 好厲害喔 然後換一首歌 怎麼那麼厲害 然後每一首都很厲害 唱得都不一樣 然後 整張都聽完 她好像說 她叫 妳說喔 這衣服很長 妳轉什麼 妳現在喔也太冷淡了吧 對啊 妳老闆很得意喔 你知道嗎 她還滿我驕傲的 剛才沒有正式介紹 余光豪先生是培運勤來對不對 所以妳現在她在監護人嗎 從不讓有幹 離開我們以後啊 就是 我就 我就覺得 她其實她非常的掛念她 她 她很愛她 那時候不讓還沒有女兒的時候 她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兒 在照顧 在教她音樂 然後她也是很難得的就是 上天給她很好的天賦 她音樂的細胞非常好 一有音樂她就會跳喔 真的喔 所以這是很難得 那如果沒有不讓交的話 可能沒有人去傳承 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幫這個兄弟 完成她的這個舞緣 運勤的舞是哪一種舞 很隨性的舞蹈 所以我們現在放一個音樂 她就可以立刻跳起來嗎 可以啊 我們先唱歌了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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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心歌 歌聲是多麼溫柔 好 眼淚呀 過海岸 好 眼淚呀 過海岸 哪路玩 都一呀 哪呀黑 好 眼哪路玩 對 смотрите我的 gust край曲 calor 好 眼淚呀 淚呀asti 好 眼淚呀 好 眼淚呀 Tedaway 好 眼淚呀 pless呀 上岸 好 眼淚呀 好 ど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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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舌頭那招應該是 一般人沒辦法做到的 剛剛Rap的內容是 Rap的內容要請媽媽來解釋 她就說這個小孩子他生出來 然後整個部落都很開心 那這個小孩生出來 這整個族群都很歡樂 那這個小孩就是帶給整個部落 有使命有活力的一個希望 其實這首歌它是泰雅的希望 它整個主題是泰雅的希望 運勤一直都是走帥氣路線是不是 她其實我在教她上課的時候 她會非常的辛苦 因為那個要學發聲 要上課 她很辛苦 但是我常常獎勵她的方式就是 上完課會帶她去打籃球 因為她最愛的就是籃球 所以她打球打了很久 所以她看起來那個模樣 就像那個 常被人家誤認為成小男生 她的站姿應該比王洪恩要Man吧 真的嗎 為什麼 妳站在哪 妳看她兩個條腿有多結實的感覺 妳呢 妳平常怎麼站 平常我就 我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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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威是不是也很Man 童威也Man 可是我站不會這麼直耶 我比較會 就是腳會在旁邊這樣 我連唱歌的時候腳都會 是怎樣 真的 所以童威妳坐椅子的話 妳會出現這種姿勢嗎 會 而且我通常就是整個盤床坐上去 妳表演唱一句歌 然後腳在那邊 掰來掰去是怎樣 好 我只想再哭一下下 把記憶徹底的分化 等哭完我就會回家 眼淚我會替自己操 就這樣 這個人很忙就對了 就無法就是 我看那種很多大美星唱歌 就唱琴歌都會 就會站在那邊很生氣 所以妳也不用編舞啦 因為妳整個腳就是 有很多人鋪在那邊 而且我跳到重點的部分 會太小 重點 重點 妳講到重點 就是身高的時候是不是 對 那如果你本身唱快歌的話呢 就會再更怎麼樣嗎 會一直跳 就只整首一直跳 怎樣的 就 I am the jay I am the jay I am the jay 一直這樣 我不相信妳這樣可以跳整首 真的啦 怎麼可能 這樣不會堅門嗎 連尖奏耶 尖奏啊 尖奏就要轉圈啦 對 因為我要把戲拚不緊 那我就high嘛 然後 這樣唱完一首 不會就想回去休息了嗎 對 唱完一首就想下台 所以妳會在台上出現這種 她剛剛笑的時候 也會這樣 很巧 很氣得 對啦 妳小時候像她嗎 不像 她在哪裡 就是 可能 因為我從小就在台北長大 對 妳是都市小孩 對 就都市小孩 然後沒有這一塊 她是真的是在山上裡面長大 她是 她來到都市是真的不太習慣 可是她在山上的她是真的是 如魚得水這樣 所以她平常不進台北市來 偶爾 對啊 妳到台北來都來幹嘛 買東西 要買什麼 買什麼 就是 家具吧 家具 妳是說桌子椅子那種嗎 對啊 然後 怎麼帶回家 靜啊 所以妳至今買了哪些家具 妳今天 妳今天來看到蔡淑淑跟Ks姐 妳會不會覺得很緊張 對啊 是什麼感覺 對 妳看看她們是什麼感覺 對 光恐怖 所以妳上完我們節目回去 妳要怎麼跟妳的族人朋友 形容我們兩個 就是會恐怖嗎 對啊 所以妳要說她漂亮嗎 對啊 她有沒有比電視上漂亮 有啊 講到 因為我可以 不是還有一個小孩妳要欺負嗎 洪文就是完全是 被族人接納的那種型的人 就 從來就在部落長大 算是 也不是蠢啊 就是沒有混過這樣 可是妳可以就是 變成妳族人的首領嗎 就是那種開心過 然後很會帶大家玩的 其實我從小 我們有個團體 什麼Leader 妳不要用我幹嘛 我才會國際化一點 沒有就是 因為從小在部落 能玩的東西其實不太多 然後通常都是大家一起結伴 去山上 所以一定要有個領導者 妳是嗎 通常 我不是 不是 不是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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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不錯 重點就是 我會是那個團體的開心果這樣 比方說 那妳現在帶 比方說一起來唱歌啊什麼的 我就要禍大家 妳可以帶動我們大家嗎 妳可以帶動他跳舞嗎 絕對啊 真的啊 熱鬧的原住民歌舞即將登場囉 好 左上右下 那妳手要給我 沒有 左上右下 左上右下 妳的 妳的妳真的嗎 妳的 怎麼這樣呢 左上右下 妳的感覺 妳的感覺 其實要量起來 然後聽 妳的感覺太大了 妳的感覺太大了 妳的感覺 妳的感覺 快 抓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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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頭會不會太慢啊 這個 對啊 這樣運停沒有叫 不要看運停跳啊 來 運停 所以要大家加入是不是 對 就這樣子嗎 對 就加入 然後 加油 八步 來 手張開 好 來 快點到哪裡 衝 加油 好快 好快 OK 加油 加油 但願你們記住我的愛 我永遠愛著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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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ke 今天我居然都是你抽籤的 開始廣播啊 欸現在要抽 他的性一樣 請大家來看 挑一個最簡單的 王 因為很好寫嘛 就玩 那 最慢的就是 那種 所以我們家就跑太多歲 他可以 還有 你幹嘛 會不會跳的 對不對 所以難搞的原住民是他 跳舞 沒有 我其實跟Ben在演出的時候 唱比較Rock 我也是會跳 你跟Rock是哪一種 亮一小段給我們聽聽看 自彈自唱嗎 可以嗎 還是要玩玩幫忙 可以啊 可以自... 一樣的願光可以嗎 光好跟自彈自彈應該會這樣 我以為你要說可以 你在那邊 這個不行 他說可以啊... 我們來唱一個 我們來唱一個靴躍的歌 這個就嚴肅了 所以如果還有明天嗎還是什麼 唱他的早期的成績 叫《機場》 好啊 這個機場 耳邊有傳來 真正吹出的聲音 他已經在進去那個 我已經可以唱這兩首歌 可以啊 去表演 耳邊有傳來 真正吹出的聲音 我從頭到尾 屋簷也在看清 過去的情 是我山中的幸運 你不願帶走 卻也跑不去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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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剛剛有唱嗎 有 我有唱 可是我聲音太低了啊 是不是也沒收到 身低一點呢 我吃虧啊 所以妳婚禮 身低一點 S婚禮的時候 王亨唱了很多歌對不對 有 我很感謝他 跟季曉君還有黑人 王亨你唱了一首很... 那天唱了一首很A的歌 有嗎 有嗎 有啊 跟橋有關的 是我在敬酒的時候嗎 是藍... 那... 北沿山冒我師兄的歌 什麼歌 就是什麼 我家住在泰馬里隔壁 還有大南橋 就是... 就是... 泰馬里隔壁有一個橋 叫大南橋 大南橋 不然他們發音比較不標準 就是只有原住民知道 他們在罵髒話嗎 是不是暗語 沒有 那不是髒話 生活的一種喜樂 就是... 就是他們覺得很快樂 因為我們唱歌 是沒有什麼邏輯的 對 像剛剛冠華歌有唱 第一個不要吃檳榔 第二個不要抽香煙 第三個不要喝米酒 老老實實做個年輕人 這不是你freestyle的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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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都在部落裡面傳唱的 所以你們名字裡面有N 都是因為信天主或基督教的關係嗎 對 因為我記得我的名字是牧師曲的 因為那時候父母親的中文 能力不是很好 所以都... 通常也在讀書都是牧師啊 所以都是牧師在取名字 因為漢信都是用抽籤的 以前我記得我媽媽跟我講說 以前他們抽籤就是 因為我們住山上嘛 那時候 我們日據時代已經走了嘛 就是中華民國控制台灣之後 就開始廣播啊 現在要抽漢信這樣 請大家來抽 然後就大家用跑的這樣子 各家族代表 往那個山下春幹事報到 結果我們那個家族是跑最快的 他一看那個信 有王 有秋 有菜 有糕 然後他才這樣 啊 挑一個最簡單的 因為很好寫嘛 就是王 那最慢的就姓蔡那個 因為... 所以我們家就是跑太難了 那一定算難了嗎 那姓狗王 姓狗的人不是更倒楣 姓狗 姓狗應該是抽屜以忘記拿的 就知道 對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都是用抽籤的 然後就 王 好 整個家族都姓王 所以會發生一個現象就是 我們的南投的親戚 他可能不姓王 姓金 姓權 然後我姓王 但是我們是同個家族 結果隔了兩代之後 因為彼此不知道父母親是親戚 就結婚 結果發現是 近親 父母親見面的時候 欸 你不是我堂哥嗎 怎麼... 跟妳啊 所以姓金的家族 是因為他們沒有抽到姓王的 就是他們... 不是當時分配的姓 可能我們那個部落是王啊 秋啊 魚 就他們分配到金就對了 那邊可能是金啊 拳啊 什麼菜啊 那種 好 今天他們帶了一些 好玩的東西給我們看喔 對 我們把他的東西拿進來 好 各位可以請 可以做 謝謝 各式珍奇的原住民美食 即將上風啦 好 現在同位要開始表演灌酒了 真的喔 同位的酒要好嗎 妳們要喝什麼酒 我都喝 聽說貴公司 全部都喝倒之後 妳還是醒了對不對 哇 剛剛是不錯了嗎 沒有 我常常聽人家講說 他們覺得原住民女生很會喝 然後都不用上廁所 就覺得他們就是講話的時候 酒精就揮發掉 然後就可以繼續喝 可是妳有愛喝嗎 我還好以前比較 現在還好 那是哪一種酒 就都喝 可是妳爸爸是牧師 他不會生氣嗎 身心上有講 可以喝酒但是不要酒醉 所以妳是會順心而撐住嗎 就明明已經很忙了 一般華的酒量怎麼樣 一般不太好 那 這個小米酒大概三分之一瓶 小米酒是 小米酒就是用小米釀的 我們以前原住民的主食就是小米 但現在其實原住民山上的 土壤跟氣候已經種不出小米了 所以很難找得到小米 那用這小米去釀酒 然後我們以前的祖先就是 自己釀小米酒自己喝 那我們每次有慶典 像泰雅族有祖靈祭 像他們布農族有像打耳機 有記憶點的時候 我們都要喝一點 黃鴻上次婚禮的時候 那個X婚禮的時候 我們有叫妳唱一個小米酒是不是 對 那是什麼 那是白米酒啦 白米酒 白米酒我愛你 沒有人能夠比你強 沒有人比你強 好白話的一首歌 沒有人比白米酒更強 對啊 白米酒是全世界最強 所以你們是任何都拿來 被打敗孔職 打敗孔職跟陌生 誰要有沒有絕對 任何歌你們都拿來讚揚 或者是就是很白話的唱歌 那是絕對的 因為其實原住民很注重 特別尊敬一些大自然的一些 所以妳喜歡什麼 蛤 妳喜歡做什麼 所以妳跟妳朋友 除了打籃球會玩什麼嗎 看誰 打鼓啊 樂器 那在學號有那個 感情發展嗎 妳 有喜歡的男生嗎 傻眼嗎 害羞啊 樂器知道嗎 知道這件事嗎 他有很多朋友 其實他的玩伴都是男生 對 他喜歡打籃球 都會跟男孩子一起打 所以他其實很多朋友 他其實在 所以剛剛那個卡珠是怎樣 是有的 有 他有跟你講過吧 他可能有一些欣賞的吧 令晴那妳如果遇到喜歡的男生 你會不會唱情歌給他聽 知道了 他才十二歲 十二歲 都市小孩都那個啦 可能已經有一些自己的秘密了 本節目只要光臨六七歲 都講他們有在 有交往戴上 很戀愛 所以沒辦法 在山上可以看電視嗎 有 可以啊 妳看過我們節目嗎 有啊 真的 我們兩個在山上紅不紅 我啊 妳問著我們節目 萬一都沒有人理我們 可是洪文你應該有幹過那種唱情歌 給女生聽的事吧 蠻長的在部落 蠻長這樣子 這個行徑有受歡迎嗎 因為其實在部落 說真的 唯一能夠表現自己 男生魅力的地方 除了去山上表現那種英勇的感覺之外 接下來就是唱歌 所以你約童恩去約會 那你要怎麼樣 在他面前展現英勇 就是 砍殺一隻烏鴨嗎 我現在 沒有就是 如果 在部落的時候 通常都是 就是去玩的時候 沒有 烤肉啊 就是要找木材嘛 漂流木那種的美的 那我就是故意找那種最大顆的 然後就搬這樣 從很遠的地方遠處去這樣 然後明明就不用那麼多木材 硬要扛很多木材 然後石頭也是 做那個烤肉的那個架 要堆石架的時候 去找石頭就好 硬要扛很大 很遠 很重這樣 這很美 對我們來講 流過汗水的男人嘛 是最有魅力的 就像打霧主的男人 有魚鱗的男人 才是最有魅力的男人 打霧主 什麼意思 打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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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魚鱗的男人 你這些話都是今天上節目 來準備的嗎 沒有… 這是生活的一方一常識 平常就講嗎 對…你去問打霧主的朋友 那你講一句這種熱情的話 王洪恩對范范的屁股大有意見 我喜歡胖的男人 我不是那種瘦的 就是比較時尚感的那種胖的 所以你跟黑人那麼好 你看到范范你會不會覺得很瘦 我是覺得太瘦了 所以小孩子也太瘦對不對 小孩子真的太瘦了 胖嗎 沒有…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你會氣死 我魚鱗的男人 你這些話都是今天上節目來 前準備的嗎 沒有… 這是生活的一方一常識 平常就講嗎 對…你去問打霧主的朋友 那你講一句這種熱血的話 我聽聽看 對 講明天的女人 你不會對不對 有啦… 其實我知道的是 就是我們穿那個 原住民的衣服的時候 就會有綁那個腰帶 然後老人就說 那個腰帶是來側你的 就是臀尾 然後越大的話就是 男生會越喜歡 你可以就是多生一點這樣 真的不認識 這什麼男生 我都沒有啦 你剛講人外的男人 才是有魅力的男人 所以你是說屁股大的女人 才是有魅力的女人對不對 可以 所以你喜歡 你到現在還是喜歡 臀尾大的女人嗎 他們說我喜歡胖的女孩子 我不是那種瘦的 就是比較時尚感的女孩子 我反而覺得 所以你跟黑人那麼好 你看到泛泛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就覺得太瘦了 所以小孩子也太瘦對不對 下半身好像也 胖嗎 還蠻寬的 還可以去 所以他也是 趴虎那些人 對 那王侯妳在 妳在都市的時候 會過很放蕩的生活嗎 其實很難耶 真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妳沒有整天去把妹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我在山上 我會覺得是全世界最帥的男人 但是一到都市 不知道怎麼 就是會覺得有點自卑的心態 別人給你的感覺嗎 就是因為我覺得 在部落隨便穿 然後穿短褲 然後吃檳榔 騎摩托車就覺得很帥這樣 可是在 在都市的 你好像沒有打扮啊 或是造型 如果穿這樣還會覺得自卑嗎 反正這樣 坦白講我穿這樣我覺得很怪 所以你私下不喜歡這樣子 我不喜歡這樣 我喜歡就是簡單 妳說這樣是打扮過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這樣在部落 人家覺得很奇怪 你心情不好嗎 根本就是這樣 好 介紹菜吧 這個介紹的食物就是余冠華 因為她開過餐廳叫做 夢幻部落 夢幻部落 妳是有開餐廳的時候 賣的菜是這些菜嗎 有一些有 像這個是檳榔花 其實大家對檳榔很排懼 但是都不知道 檳榔花是可以退火的 非常對 非常那個消暑的一道菜 對 我去台東都會吃這個 妳要嘗哪一種 對 檳榔花我很喜歡 醋要多一點 真的 嗯 很爽口的一道菜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 好 這個就是我們原住民的 的飯用山上的葉子去包 我很喜歡吃這個 對 額葉的飯 這個裡面就是白飯嗎 裡面就是飯 它可能會放一些 糯米飯對不對 對 糯米 花生 那這籃子也是什麼 這就是這個裡面的飯 對 所以這應該比較硬 那比較軟 這道很特別喔 這就是山豬的皮 山豬皮很硬喔 所以它是需要用小火去補還一點 然後它有很多豐富的膠原蛋白 女孩子最愛點這道菜 運勤妳都吃過嗎 沒有 妳沒有吃過涼拌的山豬皮嗎 吃過 有啊 妳不用退後啊 這是可以吃的 要不要吃一點 吃一個 來 菜主請餵妳吃 沒關係 不要緊張 緊張 緊張 這應該是很難過的 要我再來點布朗花 然後這個是什麼 食辣 那個阿密斯嗎 阿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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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恩那邊 對 菸肉 對 菸肉 大家都覺得是生的 是生的肉去醃沒錯 可是在過程當中 鹽會把這個肉煮熟 所以其實就是 不是我們說大火草那種熟 OK 那這個呢 飛魚 是大家都吃的嗎 沒有 只有蘭嶼達物煮才吃飛魚 那如果我們烏來鄉的話 最多的就是鑽魚 很珍貴嗎 很珍貴 很好吃 很珍貴 對 這很好吃 好 漂亮 你不是還沒講他啦 你為什麼會原住民狗粒 我還是有 我跟原住民講話才會有 對 就跟你講話就不會 然後突然我們兩個講話就會有 那妳先跟我講再跟他講 好 那我們要講什麼 就說這是飛魚 這是飛魚 然後他說不是季節 什麼不是 不是飛魚的季節 可是現在不是飛魚的季節 對 這個口音喔 真的是 真的不是飛魚的季節 對 什麼才是飛魚的季節 但是他們來於的 就是達吾族的飛魚季 五月份 所以這是很可疑的 對 還是暖的 可是 應該是某個正常的魚 然後硬把它凹成這樣 因為他們會曬乾 他們曬乾的原因就是會讓它保鮮 可以放很久 度過這個寒冬 那是要過白飯吃嗎 都可以 通常都是配糯米飯 我們都通常都是用抓的 對 就是這樣 抓抓 用米飯 用手抓嗎 嗯 你沒有真的要吃 你不要你抓我看看 好 這個硬硬硬的 就捏成自己喜歡的形狀 對 就這樣捏 就一邊聊 然後就吃了 所以在飯吃飯飯就這樣子 對 滿好玩的 就用手 那妳如果都不吃就一直捏呢 會被罵 會被罵 對 那如果捏成兩個球 這樣在手中 這樣一手就這樣很難過 是 硬琪媽媽 硬琪媽媽的口音是最重要對不對 她是周竹的 對 因為 沒有 周竹的口音就是 他們很多那個注音發不出來 因為他們會說 2點半 我要下半了 對 半他們 半他們 那兄弟 兄弟分不開 對啊 你說安跟安 對 不同族的口音不一樣 對 他像高惠君 惠君 惠君他也是 他有時候更 他在台上唱歌 最後很優雅的時候 好 大家晚安了 我們唱最後一首歌要 要回去了 下邦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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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那個口音就 他唱晚安就會 我們呼到一聲 那你的主語的口音在唱什麼 我們 金元住民的那個三對口音 其實 都會因為母語的關係受到一些影響 那 比方說 他跑步跑到一半 他的腳抽筋 抽筋 那一半拍到 抽筋是什麼意思 抽筋 過去一點那麼矜 對啊 就是很矜 他是不發 不發一的一是不是 好 那麼矜 類似是什麼 很矜 很矜 所以到底有沒有要喝酒 對啊 對 對不起 就等到底就好 對 因為我幫我講到底他不懂 重點 重點 沒有 重點是有個儀式 對啦 冠好哥 這裡面是什麼 小米酒 小米酒 還不能喝 我們喝以前會有一個習慣 就是 讓我們的竹林先喝 就是這個是不是 絕對 Karen也是會這樣 所以要先用手沾 對 就是慰問竹林嗎 竹林先喝 竹林喝完之後我們才能 你是說只有第一杯需要這樣是不是 第一杯 竹林你為什麼要往兩邊弄呢 我弄三次啊 對 有的會放上 有的是 對 有的是放上 然後完了之後呢 就可以喝了 好 我們要把食物送走了 好 可以吃啊 可以吃啊 很容易醉 我沒有想吃那個 好啦 我可以再喝一杯 沒關係 我們先 這味道重 真的嗎 沒有 太久沒有回家 你是Nature High 所以你不能喝酒 你不能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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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有在錄影嗎 黃昏 黃昏真的以為中段錄影 他在那邊睡覺 反之下酒量很差 黃昏我們在錄啊 你想說要把我的氣氛 會不會太天久了一點 倒酒 倒在眼 黃昏 五秒鐘進來 五 四 三 二 一 沒有 我們一直都在 沒有的無視 這東西變成監視的感覺 好 我想要拿兩個專輯呢 一個是童恩這次的專輯 哭整哭嗎 對 那 你 從初專輯以來 嗯 有上節目遇到什麼 障礙或者困難嗎 就是 有人逼你做什麼 你會不想做的事嗎 還好啦 只是因為以前我真的比較不會講話 然後 而且會很怕自己大泡 然後 就怕自己講錯話 啊 然後就是 之前上節目都會一直 就是 一直陪笑 對啊 都不敢講話 因為發現他笑聲很誇張 有 對 大聲這樣 對 笑聲很誇張 大喘氣那種 所以小燕姐有阻止過你這個聲音嗎 沒有啦 怎麼阻止那種很natural的東西 可是你是不是有說不上遊戲的節目 我覺得我 如果輸的話很丟臉 輸很丟臉 遊戲的目的不是要贏啊 不行 對我來說就是玩遊戲就是要贏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打牌一定要贏 就是我會 如果輸的話我就拉大家 就是坐在那邊陪我打到消息點 就像半夜這樣 所以如果排行榜那個 你的專輯沒有很前面 你會很生氣是不是 嗯 不太開心 啊 那你這樣當藝人不是整個壓力很大 還好只有這件事而已啊 其他完全不是很care OK 那另外一張我手上的專輯是 這樣很帥對不對 然後很低級吧 就把自己搞那麼帥 這也是最新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我在大學自製的一張唱片 對因為 剩價 當時就是因為我自己做唱片 當作我自己大學的畢業設計 因為我大學念設計的 當作我的畢業製作 然後因為 所以在錄音的過程當中花了一些錢 那我想說 我不可能跟家裡要錢 因為那時候花了大概三四萬塊 那時候我想說 同學就建議我說 不然再壓多一點然後賣 我當時就是 想說好啊 或者自己壓可以 壓了一千張去賣這樣子 就賣了好不好 一千張全部賣完 然後我售價是250 基本理論上是250 但是你有多少錢 你就花多少錢買這樣 所以最低價是多少 五十塊 對那時候就是一千張賣完 我賺了二十幾萬 對當時的唱片其實 算是景氣還很好 所以大家都能夠接受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音樂這樣子 對 王鶯還有自己拍的MV給大家唱 你和你心拍 馬路君雜無 謝謝 可是那時候沒有機會播吧 拍這MV又要幹嘛 我那時候因為我自己是學設計嘛 然後畢業都要有一個作品 那時候我就跟老師說我要做唱片 老師就想說 我們設計的跟唱片有什麼關係 因為很多人都是做什麼電腦動畫 3D動畫 不然就是自己拍一些多媒體的東西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說 不然我就是自己錄音 然後自己做唱片的內頁 然後做海報 然後我還會再辦一場 類似簽唱會 簽唱會的門票啊 甚至飲料啊 什麼都會準備 然後自己拍一次MTV現場播放 老師說這不錯 這概念不錯啊 後來就把這個東西做完 那唱片只是一個 我為了要表達我這四年來 我自己對 我自己布農族的一些文化的省思 就是透過音樂來表達的一個成品這樣 那這張其實我最主要就是送給我的阿嬤這樣 所以剛剛看到阿嬤其實心情滿難過 因為我奶奶剛過世這樣 所以我剛剛其實看了有點難過 現在要喝酒嗎 不… 對 王鴻恩的感人故事讓CD感動不已 我一次就是阿嬤跟我說 你寫了那麼多歌 我為什麼沒有一首是我聽得懂的 因為我阿嬤不會聽國語 我就打給阿嬤 我說我已經寫好一首歌給你聽得到 然後 所以我剛剛看到阿嬤其實心情滿難過 因為我奶奶剛過世這樣 所以我剛剛其實看了有點難過 現在要喝酒嗎 不… 對 這裡面有哪一個歌是專門寫給阿嬤的嗎 第一首《心念搖與故鄉》 你唱一小段 好啊 可以 謝謝 不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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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not a whole he only share me lishkin la sagging luma 人生年歌手都不會唱不上歌 對 剛才那個歌曲是在講的 就是說 而且那首歌其實滿奇妙的就是 我其實以前都是在寫一些 國語的歌曲比較多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希望透過歌 來參加創作比賽 拿到錢這樣 然後我一次就是阿嬤跟我說 你寫了那麼多歌 為什麼沒有一首是我聽得懂的 因為我阿嬤不會聽國語 我就跟阿嬤說 好 我決定幫你寫一首母語歌曲 然後我就是回到大學了 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記得第一節課 突然就 心裡就有個旋律 然後那旋律一直在我心裡面 我不是想要去創作這首歌 是它自然而然浮現 然後我當下就在那個課堂中 我就莫名其妙就大哭 然後教授以為他講得很感動這樣子 不是 是我自己內心有一個啟發這樣 後來我就打給阿嬤我說 我已經寫好一首歌給你聽了這樣 然後 然後就是 對啦 反正我就是 跟阿嬤說我寫這首歌給他聽 所以你後來說 加油啊 不用 沒有 把小米酒拿進來 對 就是 所以收進來就放在第一首對不對 對 那就在大學之後 因為這首歌是我 那你每次唱給阿嬤聽的時候都會哭嗎 因為老人家就是 在那個聽歌的時候 他就是 他在縫我的3D衣服嘛 因為阿嬤都有一個習慣就是 都要縫衣服給子孫聽 子孫穿 對 因為以前的衣服都是阿嬤在做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 要做衣服的時候 我就跟阿嬤說 我有寫一首歌這樣 給你聽 然後他就說 啊 你唱吧 然後我就講 我記得是晚上這樣 然後他就一邊縫 然後腳都會伸直這樣 他們以前都是這樣 都是伸直這樣 都是伸直這樣 縫衣服的時候都講 就坐在地上 就坐在地上 然後 我在唱的時候 就是一直聽 然後 我就跟阿嬤說 這首歌好不好聽這樣 然後他就 他就點點頭 然後我想說 是不是寫得不好 後來我 結束了 休假回學校的時候 我每幾天我就打電給家裡 然後 我家裡的人就說 你知道阿嬤 他一定要在睡覺前的時候 聽這首歌 因為他沒有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他沒有幫我睡覺 睡不著 然後他也很觀念我們在外面 然後 我就覺得說 我第一次寫歌寫到是 可以感動自己的 以前都是為了要贏得別人讚美 然後 讓別人稱讚說 你的歌有多好聽啊 怎麼樣 你的歌聲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我第一次寫歌是寫到說 原來這首歌不是我寫的 是阿嬤給我這樣的一個感動 然後 這首歌是因為他這個感動 然後 才從我心靈的最深處涌出來這樣子 我覺得原住民的歌要 很多都是從這個地方產生 那時候考上大學不是 波羅里都覺得很棒嗎 對 那時候考大學其實所有 可能考大學 可能很多平地朋友 沒辦法感受到 原住民的學生在考上大學那種 你念大業對不對 大業大學 那時候我記得我考上大學就是 村長廣播一大早五點多 就說 各位村民 對 應該是 各位村民 各位村民 報告好消息 那個 山路萬海 獨本廟 山路萬海 考上大學 我們全部給他拍手這樣子 就是自動在各家的那個 可能在中田就拍手這樣 那你在哪裡 我在家裡啊 那你也聽到廣播 我聽到廣播 那你要出來揮手嗎 沒有 就是恭喜... 現在會有很多人提的 什麼肉啊 雪啊 像到你家 就要拿紅包啦 然後就是村長 特地騎摩托車到我家 然後一大早貼那個紅單 什麼金榜提名這樣 那個字還歪歪的金榜 我們那個村長叫張巴郎嘛 張巴郎客這樣 貼在我們家的門口 對我們來講考上大學非常榮耀 什麼時候會變到只剩下村子裡面 只有七塊錢 因為其實我出唱片 不是一開始就是到主流的唱片市場 我其實第一張第二張都是比較 我是在蜂巢唱片發行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宣傳預算啊 什麼都沒有 然後當然我們都很盡心盡力 蜂巢唱片 所有的公司同仁也都很盡心盡力 來幫我推這張 然後我當時都是自己PCD自己賣這樣 然後其實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次我在台東 我去參加一個祭典 然後我就是邊唱歌邊賣 我要唱歌給大家聽 要買我的CD 就一個中年男子跑過來跟我買唱片 他說我買你兩張 他說一張我要給我妹妹的 然後一張他自己收藏 我想說為什麼他要特別提他的妹妹這樣 我說那你妹妹是 我以為是國中生高中 他說不是 我妹妹也是唱歌的這樣 我就是那是誰 他說我妹妹是張惠妹這樣 我去張惠妹妹 妹妹 我剛剛很傻而已 張惠妹的哥哥 來 多送一張 是騙人的嗎 真的…是她的大哥 然後她就說她會拿這張給她妹妹聽 然後對我來講那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因為當時阿妹開玩笑 她現在也還是 對 就是橫掃整個亞洲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很榮耀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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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塊是因為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過程 其實我說真的有時候表演 一場就是兩千塊 三千塊 然後 有一次是一直提前 提到最後 因為有陣子沒有表演 剩七塊錢 我記得那個賬單 我就看七塊錢 我那時候心裡想 那還是我回台東好了 因為 反正在家裡再怎麼苦都還有甜 有雞有鴨的 種蔬菜也能夠 所以自己自主 對 自己自主這樣 後來我跟媽說 那再給我兩年的時間 後來我就繼續寫歌 然後也希望把我的歌 能夠透過主流的一個模式 然後企劃包裝 能夠讓更多人聽到 好啦 另外那個鴻恩呢 新專輯也快要出了 對 現在已經開始預購了嗎 對 現在已經開始預購了 那不管用什麼心啦 對吧 聽說的性比較重要 對… 那最後讓童恩唱吧 童恩今天沒有唱到歌 童恩也沒有唱一下 好啊 你要不要去那邊專業一點的位置 好啊 有要伴奏嗎 還是 不要啊 需不需要王衡在旁邊吆喝 不是… 不是… 這首就是專輯的主打歌獎 謝謝 小雅動還動 最後一班懸浮火車 慢載懸在空氣中的不熟 我們就像陌路旅客 在月台翻開站著 在月台翻開站著 毫無牽扯 毫無牽扯 現在的我能說什麼 拍回你們之間的流浪場 拍回你們之間的流浪場 說決定心事給你的 卻要你給我留下來的虛刻 我只想再哭一下下 把記憶徹底的分化 等哭完我就會回家 眼淚我會替自己擦 我只想再哭一下下 假如你不反對的話 以後我不會再牽掛 可知我有多努力啊 只有這辦法 再不再想他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桑文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桑文加油 謝謝桑文加油